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拿破崙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張偉國 麥敬生 曾卓妍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同治三年 1864年6月 雙君攻克太平天國首都天經 亦即南京 太平天國瓦解 曾國藩獲得清朝封為一等候著 曾國泉封為一等白著 雙君將領都得到晉升 雙君為岌岌可危的清朝 立下輝煌的戰功 而曾國藩成為威震天下的忠興名神 擁有節制四省軍事的權力 自從清初三藩以來 漢人大臣掌握軍政實權第一人 不過對於取得政權只有數年的慈禧太后來說 曾國藩的三十萬雙君 成為清政權的潛在威脅 九曆官場 熟讀中國史書的曾國藩 對非鳥盡、梁宮藏、搞兔死、走狗攀的歷史教訓非常了解 曾國藩的面前只有兩條路 繼續勇兵自重 招致清朝的差異 或者盡快撤去兵權 向清朝表示效忠 共克天敬之後沒多久 曾國藩向慈禧太后呈上 操酬善後事而接 提出兩點要求 第一 全面恢復江蘇、安徽、江西等省科舉考試 第二 要求裁減雙君 慈禧太后收到就接之後 起出望外 立刻照準 於是曾國藩馬上解散絕大部分雙君 顯送將士回鄉無農 九歲曾國泉亦以養病為理由 持官回鄉 同志四年三月 財君完成 曾國藩都算是有才能 但是嚴格來說 整個清朝的管治體制裏 只能算是一個中上層 亦不是最華得事的人 因為當時是滿洲優先 所謂守崇滿洲的政策 所以漢人始終是差一決 有這麼大的功績之後 大眾對他的期望很大 曾國藩是強引來的 可以為地方 也就是國家做很多事 雙君一眾 跟了你這麼久 打了這麼多血戰 之後怎樣再謀出路呢? 升官發財 每個人都想的 但反過來來說 慈禧太太后和一眾管治的滿人眼中 如果他勢力狀憑障 也很難控制 曾國藩這個人 在滿洲人眼中是漢人 當時滿清遭遇到很大的困境 除了被太平天國搞到他 是焦頭爛額 而又受到英法聯軍的入侵 連皇帝也要走爛死了 而在裡面 又經過咸豐皇帝駕崩 一個小孩 同志皇帝繼位 然後慈禧太后 用這個詭計 將這個父政的大臣 叔順等人治罪 於是奪取了這個政權 一輪政治的動盪下 稍稍喘息 而曾國藩居然可以用相關的力量 將這個太平天國打敗 助擁三十萬大軍 對清朝來說 在這個異病初遇的一種虛弱情況 而曾國藩氣勢如雄 執政的慈禧太后也好 滿洲的一些皇宮眾臣也好 怎樣看這個曾國藩呢 都危險的 立下大功 挽救你這個衰退的滿清大業 應記最少一功掛 據記錯 事實上是記錯 這個實質上官階上面 是一個方面固然有 但是問題是 是不是代表不防你呢 這是很危險 很危險 就是挑戰我 所以曾國藩就非常明白 在這裡看歷史看得太多了 有所謂 非鳥盡糧工藏 狡兔死走狗烹 曾國藩就決定 向慈禧太后自動要求 裁設商軍 慈禧太后當然非常高興 即時答應 所以在這個同志三年的夏天 太平天國瓦解之後 曾國藩就上表要求裁設商軍 同志四年的三月 商軍幾乎已經全部顯散了 當然 在顯散的過程中 有很多細節 其實可以說 有些人就說 商軍攻入南京城的時候 將所有太平天國那些值錢的財寶 金銀值錢的東西都掃走了 然後就放火燒這個南京城 那情況之下 商軍都拿到不少錢了 尤其是他的弟弟 九歲的曾國泉 都拿到不少錢 所以商軍很自願 就顯送還鄉 有些人就說 曾國藩在他起兵之後 沒多久 就已經開始 為遣散商軍 籌早了一些遣散費 就儲存起來 到他遣散商軍的時候 的阻力就沒有那麼大 估無論如何都好 商軍在大約半年之內 已經三十萬人 多數都遣送還鄉 就回到耕田 而他弟弟曾國泉 雖然立了大功 而曾國藩又強迫他 向朝廷 即是去清朝 請假 因為他已經有病 所以辭官歸你了 於是乎曾國泉回到鄉 那情況之下 可想言之 曾國藩立了大功之後 仍然是誠惠誠恐 覺得自己隨時會招致清朝政府 慈禧太后的猜忌 可能隨時是生命不補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自願自展與翼 這是中國的一種智慧 叫韜光養晦 剛才說的兩件事都不容易 第一 你說很順利地 叫士兵解甲歸田 其實以往的例子 往往是動亂的起源 因為你以往是有兵權在手 找到食 突然說打完仗 辛辛苦苦 現在是在散 沒有權 又可能自己原有的土地 被人霸佔了 是很不容易的事 曾國藩教堂 剛才你所提到的兩個可能性 即是提供了不同形式的資金 第一就是任他們去搜刮 其次就是他去搜刮 然後就派給大眾 總之兩種方法都有可能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在訓練商軍的時候 那個軍紀是非常好的 教育他們做了一些有道德的人 這也是一種教育的功效 但是估無論如何都好 商軍就被裁設了 剩下幾千人 做了曾國防護衛 他自己願意這樣做 我想是更加少人會做得到 因為以往是說 你帶著兵 立了這麼大的功 做山大王的機會一定是大的 尤其是你會看到 當時滿清有哪股軍事力量 可以跟他抗衡的 基本上他要做這個山大王 是做得到的 他當時控制四省兵權 江蘇、安徽、浙江、江西四省 都是長江下游的所謂財富之地 他如果跟清朝對抗 清朝事實上要無可來何 古無論如何都好 曾國凡當他裁設了商軍之後 馬上就爆發了另一件事 太平天國瓦解之後 一部分太平軍殘暴逃往北方 和活躍於河南、山東等省的地方武裝勢力 念軍結合 念軍聲勢壯大 念軍原本是一些零星分散的地方武裝集團 各有領袖 但又互有聯繫 在河南、山東、直帝等省 經常劫略城鎮、擾亂地方 同至四年四月 清朝派蒙古親王曾格臨心 領兵征召山東念軍 但被念軍打敗 曾格臨心陣亡 清廷為之震驚 隨後同至四年五月 曾國凡奉命前往山東征召念軍 曾國凡坐鎮徐州 但手上已沒有直屬軍隊 只能依靠李鴻章所建立的懷軍 因此著重撤防 無力壓止念軍確張 後來清廷改派李鴻章為陰差大臣 負責征召念軍 同至六年十一月 念軍被淑稱 原來就是黃河流域的地方 即是今天的山東河南 安徽的北部 江蘇北部徐州的大合肥一帶 叫天津爾南 這個大平原的地方 這個念軍開始發展起來 因爲什麽呢 原來有一個太平天國的將領 叫做聽王賴文光 聽王就是他的風雀 賴文光就是他的名 逃走到北方 然後就將這個念軍組織起來 如果難聽些 就是華北大平原上面 各處農村的一些小古小古的土匪 那這些人就自己組成一群一群的馬賊 那就到處劫略 如果好聽些 就是他們一些反抗貪官污吏的 一些小的武裝組織 而這些人是互相不統熟 但是有時候大家就結盟 然後就擴大實力 那當這個太平天國聽王賴文光 去到北方的時候 可能有魅力幾夠的 那就將這些很多小古小古的念軍 組織起來 成為一個龐大的一個兵團 那就四處攻打 那其中有一個行動 就打到接近這個天津 去到今天的山東省濟南的附近 那而清朝沒有辦法了 派當時的蒙古親王曾格林心 真是慘 又是他 去到這個所謂沼念 那曾王就自此自己 就是成吉斯安的直系後裔 然後就帶有這個十幾萬 可能超過十幾萬的騎兵 然後就走路打到山東 誰知道中了這個念軍的埋伏 在這個曹州這個地方 被這個念軍大敗 最後曾王也都戰死沙場 那這個大的刺激 令到清朝也都大為震驚 因為事實上 曾格林心可以說是 滿清真是最後的護駕部隊 因為經歷了之前的幾次對外大戰 可以看到 中國當時的武力 已經完全衰退得很厲害 所以之前的太平天國 也都要依賴地方武力去解決 但當時曾格林心 就帶著他一支孤軍 藍精不土 依然就有一些軍功在那裡 甚至乎在這個英法聯軍之戰之初的時候 打過勝仗 就是這個最後的近衛軍了 但是這次也都沒有了 我一直對曾格林心似人 都很有興趣 也都覺得他的下場相當辛苦 無端端在這個山東的沙場上戰死 對清朝來說 你還可以有什麼辦法 因為這個念軍 在賴民光的領導之下 已經發展到如火如荼 幾乎整個的華北大平原 到處都有這些 當時他叫做念匪 就在那裡活動 於是唯有再請曾格帆 去做陰差大臣 進行這個所謂沼念的工作 第一個問題來 曾格帆的商軍已經幾乎全部裁設了 那你的沼念怎麼辦呢 於是曾格帆都沒有辦法拒絕 於是令到曾格帆 在未來的兩三年裡面 簡直是碰到焦頭爛額一面灰 古今風雲人物 張偉國 麥敬生主持 當時來看 你本身已經再沒有直系的部隊 另一個辦法只有借 當時來看 還存在的軍力就是 不堪再戰的八旗軍 綠營 以及應該是隸屬著李鴻章的懷軍 但這些一切不能打 一切就是人家的兵來的 你將他拉閘而成 去打這些念匪都挺困難的 因為念匪當時的情況就是 他從小而變大 他都習慣了小股的戰爭 也有開始有集體戰爭的經驗 萬一打敗他 他就會分散 散開 你抓不到他 就是這個問題 你靠一支拉閘成軍的部隊 要去面對這些已經在戰場上 不斷累積經驗的念軍 其實打起來是絕不容易 所以尤其是主要兵力就是靠懷軍 懷軍就是由李鴻章所創建的 他就將長江以北 淮河流域一帶的 當地地方的武裝勢力組建而成 李鴻章的法跡在上海一帶 因為他原底就是曾國藩的幕僚 後來得到曾國藩賞識 後來就步步高升 在太平天國後期的時候 就奉曾國藩命令 回家鄉合肥一帶招聚兵馬 然後就負責征招蘇州上海一帶的太平軍 而這個李鴻章 當時已經脫離曾國藩的指揮 自己創建了這個懷軍之後 去到蘇州上海一帶 自己就營建了一個強大的武裝實力 其中就是跟西方國家合作 建立了他的兵工廠 成立了一個西式裝備 即是說我們所謂用西式的軍火 擁有西式的戰術 所以李鴻章的懷軍 實力其實非常雄厚 跟曾國藩的雙軍 其實已經差不多不相伯仲 雙軍裁切之後 李鴻章幾乎是一支獨秀 而另一方面還有一支強大的軍隊 就是由左宗棠所領導的所謂的楚軍 而左宗棠的軍隊是負責浙江的 這個楚軍後來就在平靜新疆的動亂 立了大功 這個是以後折港 而這個懷軍的力量 既然是這麼雄厚 當然了 曾國藩在這次就唯有 向他的舊的門生借兵來沼念 這個情況下 李鴻章就未必答應了 因為李鴻章 他心裡想著一直要和 不止是他用曾國藩一較高下 雖然曾國藩是提拔他的人 但是當他自己的地位高升的時候 他就希望能夠官職也好 公職也好 都能夠超越曾國藩 所以他對曾國藩的兩綱總督的位 早已虎視擔擔 而曾國藩調去徐州做陰差大臣 負責照念之後 李鴻章就已經坐了他兩綱總督的位 而曾國藩要求李鴻章 如果李鴻章借這個懷軍的力量 來沼念對李鴻章來說 這樣做的話 我觸展就可以超越曾國藩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就不太願意把懷軍 投入曾國藩的指揮之下 當然你可以想像到兩件事情 如果當時李鴻章借兵給曾國藩的話 如果打贏 公分始終都是歸曾國藩 你用了我的兵 然後最後拿了你的甜頭 但如果戰敗選兵折仗 那些兵是我的 那些兵是我的 所以計算那條數 一不著數 其次就是 在當時看 即使他借出去也沒有用 因為這些所謂的子弟兵 很依賴軍頭和士兵之間很緊密的關係 是 是 那些情疑 那你就不像我們現代所說的 真是一個正式的國防軍 公開招聘回來 全國性 或者是靠用精兵制 全國夠了某個年紀的時候 就要去當兵 而且通常的時間很短 兩至三年就要換班 很難建立了一種 直系的親屬的觀念 但是 當時的淮軍 或者之前的雙軍 都是這樣 大家是聽你的李鴻章說 你真的借出去的話 但實際上要吊朵 也是很困難的 是呀 這種軍隊的山頭主義 其實在中國一直伸延到 接近四九年之後 文國更加是呀 到四九年之後 還有這種軍隊的山頭主義 哦 分開第幾夜 這個就是之後有機會再說 不要理會他 之前我們都說過了 但是呢 當時李鴻章撥給曾國藩 所謂動用的軍隊裡面的軍頭 就叫做劉銘泉 這個人是合肥人 據說他年輕的時候 就是市井無賴 就在這裡四處擾亂地方治安的人 後來就年紀大了些了 就發奮徒強 就開始收斂 到了這個李鴻章 招武這個軍隊 來抵抗太平天國的時候 他就加入了淮軍 成為淮軍的重要將領 這個劉銘泉 這個人後來都挺出名的 因為他曾經擔任過第一任的台灣巡撫 而且在台灣是做過很多現代化建設的 譬如建鐵路、建電話線、發電廠 全部都是劉銘泉 在他做台灣巡撫任內辦理出來的 所以在台灣到今時今日 還有很多地方的地名 或者學校名 用銘泉這樣的稱號 於是這個人首先去到台灣是後來的事 在他受曾國藩的指揮的時候 他所有的事都要先請示李鴻章 李鴻章當時坐鎮在南京 你想想在淮北 在山東、河南一帶 要走又沒有電話又沒有電話 什麼都沒有 要派人去南京請示李鴻章 然後我答不答應曾國藩這次的調動呢 這個時間都免費 至少十多天 一來一回就已經半個月有多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 想說曾國藩這樣就調動不了這個劉銘泉 所以沒有辦法之中 就打了很多場大仗 包括後來因為應急的情況之下 就將這個九歲 就是曾國藩的弟弟曾國泉 再次邀請他出山領兵來打這個念軍 連吃幾次敗仗 令到這個曾國泉是非常之憤恨 那些仗都打不到的 這個曾國藩只能夠採取這個手勢 建設很多防禦工事 讓這個念軍不要把力量伸展到北京附近 其實畫一條線 即是以手為功 畫一條線 你不過來的話 我也不會出來打你 是這個常有的 所以結果曾國藩覺得 我在少年根本是徒勞無功的事 所以要求解除職務 我走了 我不再做了 於是慈禧太后也很聰明 馬上批准 調理晃章的擔任任任務大臣 來指揮這個賊念工作 當理晃章做了任務大臣之後 就很順利 就在幾個月之內 就把這個念黨全部宿清 所以可想而知 軍隊和將領或主席之間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日常的生活我們都會經歷過 如果你做一些低級的管理職員 你就很明顯會發現這種感覺 即使你是有那個位置 但是下面有人跟著你 但是如果你下面那個人 有另外一些秘密通道 去接觸另一些權力的中心的時候 你做每一件事 他都可能要請示在先 你都很不時未夷 或者你下一個命令 你會發現他找到另一個命令來抵消你那個時候 即使工作拖慢了你都麻煩了 沒有忍之極 大家有時都會見過 所以珍穆凡打這個念匪的時候 所面對的那個景象 實際上跟他早年那種風光的日子大不相同 也可以說是他成名以後 這個可以叫做一個最大的敗將 還有一個敗將下一次再說 這個也差不多到他生命的尾聲 也是整個官場發展的末期 這些我們下次再說 拜拜 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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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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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